事故发生之后 当地消防公安医疗等部门的救援人员 火速赶赴现场 由于客车坠入伤谷底部 救援人员只能利用救生的绳索 溜到谷底展开营救 截至昨天下午6点20分 15名受伤人员全部获救 救援工作转入到遇难者遗体的搜寻与转移阶段 截至昨晚10点 遇难者遗体全部找到 并妥善安置 据了解 出事客车合载30人 10载29人 事故共导致13人遇难 15人受伤 其中2人伤势危重 目前事故的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